暂停 对 暂停了 李总 这么干可就是 两败俱伤了 恒达的生产规模上不去 那投资回报率就永远达不到 我买了一张电影票 进到电影院里边 发现电影不好看 我这个人是不会浪费时间 把电影看完的 哪怕这张电影票值三千万 王总啊 我建议你啊 还是把这三千万 做出了动静来 所有人都说好 那些离开电影院的人 有可能会再次买票 二次入场 王总 对不起 我们只能及时致辞 就这样了 李总 李总 那贵公司掀弃的投资客 全都打水漂了 李总 李总 你好 我是李沐家的朋友 我叫田融 你好 田融 您 我在小区看监控 兼职 我知道您很忙 我就长话短说了 金龙湾是沐家的梦想之家 他很努力很努力才搬到这里 虽然是租的 但租金也不便宜了对吧 但我发现他住进了自己心意的房子 一点都不快乐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了 所以我就很冒昧地叨扰您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问他呢 我跟他闹别扭了 之前我买房缺七十万 我拜托他跟您借 但他拒绝了 他为什么拒绝了 因为他觉得只要不肯定设计到钱 你们就是平等的 爱得势均力敌 就算分开也两步相牵 我想把一切都给他 但是却忽略了 他其实最需要的是平等 是 他就是一个很领巴的人 他很多心事都放在心里 也不说出来 但我认识他那么多年了 我特别想 田融 田融 监控室怎么没人啊 人在哪 在哪 所以我就是想拜托您 对沐家多一点理解 多一点包容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不希望他不开心 麻烦您了 好 怎么了 王东两家报林奖运 走 几千万啊 第二个投资非了 你干什么关系 你干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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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岳 你干吗呢 是个男人吗 是吗 如果我之前跟你说的话 太过委婉的话 我现在坦白地告诉你 我们停止对亨达的投资 不是因为任何人 是因为两点 第一 第一笔投资的回报率 没有达到预期 第二 我们对你的人品有质疑 杰晓月 是你前妻吧 是你孩子的妈妈吧 为了你那点利益 你背着她做假账 甚至大打出手 你让投资方怎么信任你啊 更可笑的是 我前脚刚拒绝你 你后脚就回来找得算账啊 我跟你说 对你这种人 停止投资 这是最好的选择 李总 李总 是我不好 我冲动了 我冲动 我跟小语 我本真的是有感情了 真的 你对我有感情 你把我打成这样 你给我有感情 你出鬼家外有家 你给我有感情 你骗我 热公司卸了 一笔一笔 债快倒闭了 晓月姐 我可以带你去验商 如果构成新差 让她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你 你没事吧 我没事 程长同志啊 你看到了 林女士这样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 可以了 好 方舟 一会儿带着林女士 去医院验商 我跟沐佳先回去 好 走吧 这儿 没事 没事 是 就是家庭的内部矛盾 内部矛盾 内部矛盾 小语啊 你看 咱们倒是一家人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 好吧 原谅你个鬼 喂 什么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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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